這次選舉 我看我打個80分 待會我會再說 那我呢 因為選前 我有一個承諾 第一個 縣長一定要包票聯隊 第二個 議員一定要穩定破判 第三個 鄉政長要破判 那縣長的部分 林明貞大一個快 九萬八千票 七一席議會的議員裡面 我們打二十一席 副黨八席 民進黨八席 所以啊我們演黨的第二席 那第三個目標 鄉政長要破判 但是很抱歉 我身為主委 沒有辦法達成這個目標 所以 我依照選前的承諾 在選完十一月二十六號 我就提出資產 很感謝各位 在這段期間 對農商的照顧 和支持 不管以後 我在哪邊 我們都共同來奔鬥 那二零二零 藍天再現 大家說好不好 好 發展的兩岸條線 這樣四根支柱就有 我希望 我們南駝線 是中國國民黨執政的線 我也希望 在中國大陸 對我們盛產的香蕉 或者其他的農民產品 應該 就比照像 台東 他的社群 八百塊 三塊 五百塊 三塊 一塊 一塊 又沒有公平 所以雙方揮揮舉舉 我覺得這四根支柱 是非常重要的 我再重複 二要講 連能 而有效率 服務親切勤快的政府 第二 是 繁榮均富的經濟 我們大家來拚經濟 第三 我們要確保 勞資和諧 世代 不但和諧 而且相互合作 性別 互相尊重 然後整個社會 就會 公益和諧 第四根支柱 就是和平穩定發展的 兩岸關係 這四根支柱 我也拿出來 送給我們 嚴格征勸展 不論地方政府 跟議會 不論中央政府 跟國會 讓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把這四根支柱 都做得好 讓人民過好日子 讓兩岸 能夠和平穩定發展 讓人民過好日子 讓人民過好日子 我們要不要拚 都做得好日子 我們來拚醒 人們 不可以 我們要拚醒 我們要拚醒